压力也再一次祭出了反制裁 宣布将停止这个像波兰还有保加利亚提供天然气 尽管欧洲国家信心满满说会找到应对方式 但是呢就被中国大陆发现这应对方式似乎是一种洗产地的方式 因为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说 部分的欧洲国家被抓包在海上秘密把俄国制的石油重新混合包装 那么分析指出说这俄罗斯切断能源的做法有两大目的 第一个是营厂天然气的价格让天然气的价格变得很贵很高 而第二个是要让卢布回归战前水准 俄罗斯与西方紧张关系升级 波兰和保加利亚表示俄罗斯计划切断天然气供应 理由是因为这两国拒绝以卢布支付天然气 不过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指出在欧盟计划进一步加强对俄能源经历的同时 欧洲多国石油进口数字却持续大幅上升 荷兰三月起每天进口俄国石油高达65万桶 多国进口量较上月增幅超过一倍 平均超过每天10万桶 而欧洲私下狂买俄国石油这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疑似是以一种洗产地的方式 满天过海将遏制石油使用古老规避制裁的做法 运往欧洲港口 海运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 已经有超过1110万桶石油被装载到未知目的地的邮轮上 分析师表示这个现象意味着船上的石油会在海上与其他产地原油混合 再转运至更大的邮轮上 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受制裁的国家石油出口也曾采用这种方法 而除了欧洲之外 高喊制裁俄国能源的美国更是明显双标 拜登虽然在3月8号就已经决定禁运俄罗斯能源 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规定 相关能源的最后交易期限却是4月22号 整整多了一个半月的缓冲期 但却被俄罗斯媒体爆料 美国敢在期限内大买俄国石油 一周内甚至出现大幅增长43% 而这也凸显出美国国内的民生问题严重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seeing surging utility bills with huge hikes on fuel oil, propane, pipe gas and electricity 美国通膨问题40年来新高 联准会主席鲍尔为了立抗通膨将讨论升息两码 鲍尔也警告美国劳动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 恐怕会助长薪资,螺旋市上涨 进而再度推升通膨 接下来